大家好 我是小镇 现在呢 我们去华强北二手机市场 我们去帮粉丝们找货 顺便看看今天市场上的行情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iphoneX 这款机器当年刚上市的时候一度被炒上了上万的价格 自己也是非常的想要这款机器 毕竟是苹果第一款全面屏的手机 不过当时这款机器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自己根本买不起 但是现在iphoneX这款机器呢 非常的便宜啊 手上拿的这个就是纯原装二手 层次真的非常亮的一台原装机 没有拆修过的 目前市场上市1700左右 虽然iphoneX之后还出了几款机型 但是这一款机器的外观还有配置方面呢 也是不落后的 再用个几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iphoneX之后的下一款机型呢 就是XS了 这个机器呢 从外观上是跟iphoneX没有任何区别的 但是这一款机器多了一个土豪金的一个配色 外观以及屏幕尺寸都是跟iphoneX一样 5.8英寸的欧略屏 处理器呢 也是比iphoneX高了一代的 XS这款机器当年上市的时候也是上万的 但是现在这款机器呢 也就比iphoneX贵个两三百 虽然这些机器都是二手的 但是橙色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一般拿机器呢 也是往橙色好的方面拿的 而且是纯原装没有拆修过 刚刚又拿了几台iphone8 这一款机器最近真的是非常多朋友喜欢 因为这个机器的价格非常便宜 一千块钱 这几台都是我刚刚挑出来橙色非常亮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机器呢 是纯原装没有拆修过 橙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iphone8这一款机器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没有iphoneX以及XS那种全面屏的机器看起来那么高端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其实8代跟iphoneX呢 是同一年上市的 跟iphoneX拥有同等处理器的机器 我也是做了十几年手机行业的人了 iphone8这一款机器给我的看法就是 故障率真的是特别的少 因为电子产品嘛 难免都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小问题 iphone8这一个机器基本都不会出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iphone11啊 这一款机器当年刚上市的时候也是上万的 现在二手的价格呢 是2000多 也是挺适合入手的一款机器 双卡双代 最近我发现评论区底下的偶尔有一些留言说 你们华翔北卖的都是翻新的 换壳的 或者什么功能残缺的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 我拿的这些机器呢 都是纯原装没有拆修过的 华翔北早就过了那一个山寨翻新的那个年代了 现在这边呢 都是很正规的一些二手商家 我们拿的机器都是经过我自己专业挑选 然后检测才会发到大家手上的 对于做了十几年手机行业的我来说 是不是翻新换壳或者拆修过还是非常好分辨的 再来拿一款三星note20 凹帅 这一款机器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啊 毕竟呢 是三星旗舰机皇啊 三星手机的屏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毕竟呢 是屏幕的天花板吧 像现在市面上的苹果手机opo v我小米等等手机的屏幕呢 都是由三星提供的 就知道他有多牛皮了 像手上拿的这一个note20凹帅呢 是原装二手 有气密 丢在水里泡都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这款机器二手是四千多 四千出头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 想了解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都会回复大家的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关注哦